柔斯密市政府为了肯定商家对该市还有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今年首次推出杰出商家奖 在该市经营数十年二手汽车的中华汽车率先获得了杰出商家奖 董事长王建新等人很荣幸地接受这份荣誉 请看报道 柔斯密市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商家 为该市的城市发展、就业、商业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特别推出杰出商家奖的帮发仪式 日前市政经理曼尼斯、市府商务发展部主管Michael 和华语的律师邓宏登门拜访帮发中华汽车杰出商家奖的奖牌 由中华汽车董事长王建新等人接受 曼尼斯表示中华汽车诚信经营、生意红火 也为盟事带来高额税收 王建新也表示 创办中华汽车30多年 在柔斯密市默默地耕耘 得到主流的肯定 今后还要不断努力 在事业成功的同时 还把许多华人商家带入柔斯密商会 到目前为止 柔斯密商会至少有三分之一为华裔的商家 当时华人参加人不多 没有几个 我去参加以后就慢慢介绍华人来参与 因为这种以前都是美国人住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介绍 目前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华人参加 Saint Gabriel Valley这个区里面的话 商业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 其中华商的贡献功不可灭 像CH Auto中华汽车的话 在柔斯密36年 这个成长非常快 也成为华人最大的二手车经销商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吕玉冲